歡迎光臨 一起來進入我們的福袋時間 聽說就跟文字有關 來囉 題目是 最懂字的人 請指定順序 最懂什麼字 題目是 最快寫出除了錄本身以外 同樣屬於錄這個部首的字 最快寫出來的就獲勝 好 計時開始 什麼事 這好快喔 什麼 錄喔 錄這個部首喔 你們是第二 寫了就可以呈現了 可能寫錯字了我 你們那是什麼 我硬寫了一個月的名字 我的天啊 我求一個快 從前這個呈現我開始 你那是什麼字 你旁邊如果是一個 你旁邊如果是個車的話 應該是機長露露的錄 我就想寫機長露露的錄 我真的想寫 看得出來耶 對啦 看得出來 是吧 像吧 你起碼好歹的旁邊寫 麒麟的錄啊 這個是真的 對不對 還好用 你也有在喝啤酒對不對 滿長的 滿長的啊 趙華音寫什麼 小鹿斑鼻啊 那什麼 他把兩個字畫為 他把四個字畫為了一個字 我感覺了一下這個字 我也不會唸 但他應該是錄的部首 我這邊很難幫你組合 那是什麼 你看清楚啊 陳哥 你說這 你是什麼 澀香的澀啊 對 我這個字寫錯了 因為我一下子忘記 澀怎麼寫 後來我想起來色怎麼寫了 王映淳的底 這個是 你這是眼部吧 沒有 我這個是整個就是 搞錯題目 因為你知道 當小孩子準備考試的時候 就是說錄的部首是什麼 底下接接看兩個字 要跟錄一樣的部首 所以我自己就是腦部 沒有 他想成這個樣子 錄這個字本身就是部首 對 但是他想成這個樣子 他想成這個字 對 錄是這個部首 這是眼部 所以他寫了一個 對 所以兩個都認為是眼部嘛 對 所以一個寫底 可以說像那寫這麼快 這樣看起來很像是吳子昀喔 對不對 嗯 你代表你那隊拿到了資格 恭喜 恭喜 你來決定打幾次 是我們自己 你們做第一位 我覺得我們需要比較久的時間 思考一些東西 需要比較久 應該坐在第三個位置 你可以想比較久 不行 不行 但時間不夠 你做第一個位置 第二 對 第二個我們給孟騰哥 真的嗎 我覺得我們是唯二答對的 真的喔 你確定 我覺得應該可以 因為原因是 覺得律師跟我們 就是那個心理師 滿可怕的 是溫柔嗎 他們倆照目前看來 他們可能能力很棒 但聽力不好 視力很有問題 這個應該是特例啦 剛剛這應該是特例 一 二 三 就這樣子囉 對 好 好 馬上進入新攻略 機會賽 請就位 大家好 我是你們研究員蔡上華 進入到我們的機會 與命運賽 至機會賽 分成三個回合 機會區要成為答題英雄 而在命運區 決定你們的獎金 可是只有一組贏家 請開夢幻大門 今天我們要送給大家的禮物 包括了兒童騎乘組 還有輕巧投影機 以及質感沙發組 十萬大獎的部分 是運動輸壓椅 而十萬大獎是家庭劇院組 希望今天大家能夠把 這個大獎給帶回家囉 三分鐘總答題時間 第一回合 吳子昀首先開始 好 新攻略機會賽 請注意 請問喜歡熬夜的人 比起習慣早睡的人 在感情生活中 較容易出現什麼問題 A 較難維持長久關係 B 較難建立信任感 我的答案是B B 鎖定 熬夜的人相較起來 比較難建立信任感 為什麼 我覺得他比較喜歡 在夜深人靜的時候 跟自己獨處 想一些自己平常 沒有想通的東西 所以 所以他有可能會花更多一些時間 在想他跟另外一半 或者是一些朋友之間的 人際關係 對 人際關係的問題 對 滿 熬夜的人我知道 這記性真的會越來越差 再加上有一點喝酒的話 那幾乎真是退化狀態 你就知道我現在 經驗談 沒有 王玉淳第一次來 不要亂插謊 是他插謊的喔 我還以為是招喊你耶 希望你是對的 來 請介紹 喜歡熬夜的人 這個是根據 美國芝加哥大使的研究 他們就說當熬夜的人 他們有一個東西的指標 其實也會特別高 就是對他們的性生活滿意度 因為畢竟熬夜 所以他們夜晚的時間 會感覺比早睡的人更長一些 當然就可以從事夜晚 比較容易會從事的這些活動 所以除了性生活的滿意度增加之外 同時他們也會有比較多的機會 在這時候認識一些對象 因此就很難安定下來 就會比較傾向成為單身者 讓自己有更多的可能性跟機會 好啦 過站不停 到高山峰這裡 2分45秒 漂亮 花15秒答案題 很好 加油了 好 請出 第二題 使用正確的梳子 不僅能夠讓頭髮柔順 更能夠改善吊髮的問題 請問髮量多的人 適合哪一種梳子 A 棕毛梳 B 寬齒扁梳 我要選 A 棕毛梳 鎖定 你髮量不多 怎麼知道這個答案 我髮量很多 好嗎 你不能只看額頭 你要看頭頂啊 我認識你 你看也超過十五二十年了 眼睛的看看 你的是越來越長臉了 沒有 其實真的還好 你越來越長臉了 你的臉的比例越來越大了 真的嗎 對 當然 當然 我髮線後退的狀況 其實真的還好啦 那你解釋一下這一題好了 其實我沒有辦法很確定 到底什麼是正確答案 然後我只是想到 有一就是馬匹 他的髮量也很多 毛髮又長 然後又膨又亂 那要用什麼來梳理馬呢 當然不是用寬齒扁梳 是要用棕毛梳 棕毛梳梳梳在馬的身上的時候 馬是不是很舒服呢 所以我想棕毛梳應該是一個 比較接近正確答案的選項 怎麼可能拿寬齒扁梳去梳馬呢 對啊 寬齒扁梳梳馬 馬會不爽這樣子 那是陽是不是 很抱歉 來賓稱次不齊 就棕毛梳啦 請揭曉 漂亮 對 我也是選A 我也是選A 市面上有很多不一樣的梳子 像是寬齒扁梳呢 就比較適合卷髮 而且呢 在剛洗完頭髮 頭髮還是濕濕的 這個時候比較糾結 你用寬齒扁梳呢 就能夠比較順利的 把它都梳開來 而且比較不容易會打擊啊 或者是頭髮斷裂 那有一種氣墊梳啊 就是它上面那個 有點碰碰的感覺 然後呢 它的這個梳子的 頭的這個部分呢 也是做一點可以按摩的效果 那這種梳子呢 就比較適合拿來按摩頭皮 那可以幫助你的 頭皮血液循環 而另外鬆毛梳啊 就是很適合那種頭髮 髮量很多 然後呢 比較容易毛躁的人 它可以從頭梳到尾 而且呢 鬆毛 它可以幫助你的頭髮 變得比較不毛躁 比較華盛 我這邊過了 要看下一個人 趙寬齊 來吧 來 命運獎金是一百到一萬 請選擇 就它了 五千年 五千年 好 手要三封擊擊 加油 請出 下一題 你跟你說不能暗示嗎 美國研究指出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女生 會答應飯局邀約的原因 是什麼 A 為了要拉近彼此的關係 B 為了吃面前的大餐 鎖定 B B鎖定 一個這麼淺顯的理由 一個這麼粗淺的理由 一個這麼膚淺的緣故 造成了人類社會繁榮 跟繁衍下一代 那拉近關係 參加飯局 它一定勢必增加人與人的互動 是 為什麼不追 為了拉近彼此的關係 有很多方式 不見得一定 參加派對 參加派對也可以 參加派對也可以 讀書會也可以 讀書會也可以 參加社團也可以 但是他也有可能 為了吃免費的大餐 而跟他不喜歡的男生 或是異性朋友出去 請介紹 這個美國的研究就告訴你 其實女生如果答應 要跟你出去吃飯的 其實不要高興得太早 因為有將近三分之一的女生 是為了吃而去的 因此挑選女生 想要吃的餐廳 其實也就變得非常的重要 因為她很可能 因此就答應要跟你出去 那我們就說這些女生 其實有黑暗三特質 包含她的性格當中 是自戀傾向的 然後會比較有精神病 或是馬跡為例主義 趙寒英準備 命運獎金數請公布 一百到一萬 請選擇 一千元 恭喜 一千元 恭喜 一千元 恭喜 恭喜 高三豐準備 請引出 下一題 這本研究指出 戀愛會讓人變瘦 請問誰放的人 拎戀愛幾天 就能夠減去15%的體脂肪 A 10天 B 20天 這個也太難了吧 對啊 我讓天數提高一點好了 鎖定 B B 鎖定 你不猜10天的原因是因為 不可能像消去15%的體脂肪 15%體脂肪很高 很多啊 對啊 這個你要問趙寒穎 趙寒穎最了解這個 很多 15%很多 對 如果我本來 我們是一般女生 我們用30來算好了 對 15% 去掉5分 將近4.5 對啊 不可思議 這不可 有難度嘛 對不對 我覺得很難 謝謝你揭曉 10天 好 很生氣喔 這個日本的研究啊 就說呢 其實啊 在談戀愛的初期 可以幫助你快速染植 因為這個時候呢 我們會分明一種愛情的荷爾蒙 也就是催產素 那他們就做了一個研究 就拿兩隻小白鼠來 裡頭注射催產素 結果發現呢 短短的10天的時間啊 居然在小白鼠呢 原來的體脂有36%呢 居然降低了10到15%之多 當然是要告訴你喔 因為呢 只有本來啊 體型呢 就是屬於比較肥胖類型的人呢 才會因為這個催產素的分泌 讓他的內臟脂肪啊 跟體脂啊 都可以下降 但是如果你本來的體型呢 就算是正常人的話呢 就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蘇雨昕 是 換你登場 答力全轉移 請加油 請助理 清明節有許多的傳統習俗 請問掃完牧食 可以做什麼事情 代表希望子孫能夠出人頭地 A 分發草蛙粿 B 撥蛋殼 選B 撥蛋殼 索利 猜的啊 草蛙粿好像比較沒有聽過 但撥蛋殼 好像沒有聽過這個寓意對不對 對...沒有聽過這個寓意 然後不是在清明節的時候 吃過草蛙粿 所以感覺好像撥蛋殼 比較有一種出人頭地的感覺 蛋殼撥了 蛋就露出來了 因為蛋象象徵新生命嘛 對我來說 來 借宜 借宵 這真的沒聽過 這真的沒聽過 對 開得好耶 我以為是超貴耶 好 在這個掃墓的供物品當中 通常都會有煮熟的水煮雞蛋 然後在掃墓完成之後 我們就會在這個墳前撥蛋殼 把它撒在墳上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雞蛋 代表著新生 同時你撥蛋殼 代表著脫殼 所以就有一種 去救銀心 代表希望祖先也能夠保佑的 這個新的後代 大家都能夠非常地出人頭地 健康平安 王韻淳準備 請秀出命運獎金書 一百跟一萬是鄰居 請選擇 先找出兩戶人家出來 他們就住隔壁 好 因為剛剛是想要子孫出人頭地嘛 所以我就從一二開始 因為狀元第一名嘛 對不對 然後呢 誰是一百 誰是一萬呢 我就給他 一好了 妳就選到一百 恭喜 YES 真準 真準 繼續加油 好 來 起注 下一題 我選B 多看對方眼睛 準定 多追問問題 不妥 對 因為這樣會有 探人隱私的那種壓迫感 但是我們人類大概三十萬年來 都是透過四目交接 在建立關係 也會產生催產是嗎 對 談什麼情 說什麼愛 這都是合作愉快 看就對了 對啊 所以遠距離戀愛會比較容易失敗 感受不到 感受不到 沒錯 沒錯 希望對 講這麼多 對 這樣急速約會啊 就是在四分鐘的時間喔 你就必須要換下一個對象囉 因此當你在這樣的約會的時間裡頭 非常的急促喔 你當然要表達出你對他的這個 感興趣的那一種感受 因此呢 如果你多問問題 會讓對方覺得說 你是有心想要多了解我的 才有可能再跟你繼續 延續下一場的約會 讓你可以一次問個狗 好 吳智英準備 準備 請處理 不能讓報表也沒關係 請問當屬於壞心情的情況之下 有助於哪方面的表現 A 提供記憶力 B 增強語言能力 我的答案是B B 處理 所以在壞心情的情況下 反而增強了語言能力 為什麼 會想要 例如說如果那件事情是讓你 心情極度的不好 你有想要辯解的 或是你有想要說明的 你會在那當下 說話的能力會瞬間提升很多 會不會只有髒話的能力 也有可能是髒話的能力 就突然變得很會罵髒話 可是氣急敗壞的情況下 你不覺得常常有人會 言多必信 情緒的時候不要溝通 而且不知道要說一些什麼 而且很容易亂說 所以提高記憶力 好像是翻舊帳的意思嘛 我兒子今天的考試表現 非常的差 我就會去想他整個學習過程 他都不看書耶 或者是他都不討論 或者是 我去想他做了些什麼 回溯 會回溯 回溯那個 會 我跟我老婆吵好兇 怎麼會吵這麼兇 他一直很討厭我 跟那個誰常聯絡 你知道會往回 我在想啦 也有可能 其實這個比較有道理 是不是 來 接腳 不要過站不停啦 好 好 當我們心情不好的時候 當你這些負面情緒 你就會想要讓你的整個人 更能夠去適應 這個身邊的這一個世界 所以這個時候 其實記憶力會提升 而另外很有意思的一點是 當處於這樣的一個狀況的時候 你也比較不會用一般平常的知識 或者是本來的一些基礎 去思考事情 而是會變得更加的有批判性 所以因此反而還可以增加 你的其他的聯想力跟創造力 來喔 高三豐準備 可是我很緊張 剛剛 你應該要緊張的 你要換了嗎 不是 因為他們剛剛兩個人的問題 我都選擇了錯誤答案 不要慌 OK 來 請主 下題 B 斷食日人要補充熱量 妳是逼我換人嘛 A 鎖定 妳不知道 妳不知道五比二清斷食 妳不曉得 我不知道 那本書 我還推薦過咧 但是趙涵妳一定知道 因為她還有開設減肥斑 對啊 而且因為妳已經錯了 五比二清斷食是什麼 當然是一週斷食分開了兩天 然後那一天還要吃五百卡 還是啊 英國來的 而且我留英都 妳留英 留英國措施 妳看 應該是錯了 來 計較 要知道正確答案 趙涵知道 一個禮拜有兩天 要一直間隔的 還不可能連續 我現在維持它可以 我覺得 可以 聽什麼講這種話 你憑什麼 到底哪來自信 不是 等一下 這個節目現在如果走 好像要開始教宗教校 那我要要求換人 因為我要讓趙涵飲商 來回答有關健康的問題 唉唷 對 好 請擠 來 來喔 蘇宇 新準備 是 還有五十二秒 可以答個三四題沒問題喔 來 請出題 研究分析了各種工作技能之後發現 具有哪一種能力的人 平均每年可以多賺進85萬台幣 A 細心謹慎的人 B 高度情商的人 我選擇B 高度情商的人 我選擇B 高度情商的人 細心謹慎是基本的 對不對 但高度情商就不是每個人都做得到的 對吧 因為我不細心謹慎 所以我選跟我比較像 所以他每人都賺85萬 所以你都賺了 你不細心謹慎 請問你在開心什麼 就是希望可以 就是給自己一點希望感 高度情商的人可以多賺一點 因為他非常魯莽的開心 對 對 很魯莽的開心 對 來 解憶介紹 恭喜 來 這個是Talent Smart 他們做了一個測試 結果發現其實多數的工作 如果要成功的話 其實有將近六成的比例 都是要依靠情商 並且有九成成功的人 其實都是有高情商的人 所以因此他們就研究 在世界各地 不管是什麼樣的一個工作 只要你有高情商 你的情商指數每增加一點點 你的年薪至少就可以增加 三萬八美金 命運整理數請公布 不能提示 請選擇 所以他剛剛是說不能提示 還是無法提示 講過不會再講 好 這個很難 因為這個不能靠情商 我們都是只能靠情商的人 那我按三 恭喜 一萬年 一萬年 太幸運了 好羨慕 蘇伊心準備 請出下一題 心境自然良出自於白居宇的詩詞 請問他當時是在什麼樣的情境下 寫出了這一句話的 A 與文仁吟詩的時候 B 拜訪僧侶的時候 好 我選拜訪僧侶的時候 蘇伊 B 詩人隨時都會跟大家吟詩作對 所以當然B比較合理 跟和尚在一起的時候 就是覺得太合理 所以猶豫了一下 人處在大雄寶殿裡 這不知道不覺得就好冷 通晃 通風 大概是這個意思 來 接下 這個故事 就是白居宇有一次在酷暑當下 去拜訪了一位高僧叫做恆吉 那這位禪師 當時就坐在了一個禪房裡頭 非常的熱 但是他卻不是像旁人鴨汗如雨下 所以白居宇 就揮筆寫下了一首詩 他就寫著 人人必蜀 走如狂 獨有沉詩 不出房 非是沉房 無熱道 為人心靜 身極涼 也就是現在 心靜自然涼的出處了 命運獎金數 請選擇 心靜自然涼比較涼的 我覺得 就是最後一個 所以我按五 好可憐 謝謝 謝謝妳 加油 加油 請 主題 請問喜歡吃哪一種味道的人 親和性與合作性的特質 較第一切 可能會有更高的反社會傾向 A 苦味 B 酸味 選 A 苦味好了 主題 為什麼不選酸 因為孕婦都喜歡吃酸啊 所以孕婦親和性 合作性應該高嗎 不一定有 我很多孕婦很難相處 你們知道嗎 老師 突然自己老公 對喔 我很多孕婦很難相處 這邊都生過小孩了 你去問一下就曉得 很多孕婦很難相處 我會選苦味 來 請揭曉 美食 我會選酸 因為他有酸多 那是酸多 恭喜 很醉了 好 苦味的食物 為什麼會有人喜歡吃 那是因為當我們正在吃 苦味食物的時候 我們的大腦的神經中樞 它就會分泌一種叫做 安多芬的東西 讓你希望可以直緩 那種痛苦的感覺 那因為安多芬分泌出來之後 就會讓你的心情 調適回比較愉悅的狀態 所以有些人就很喜歡 這種快感 因此有些人會喜歡吃苦的東西 但其實你如果在性格當中 有這種比較有點 討虐 被虐傾向的人 通常你會比較容易 反社會傾向 甚至精神病的指數 也會比較高一些 命運獎金數 最後一組 無法提示 請選擇 好 我選四 因為苦嘛 就死的感覺 苦就是有死的感覺 對 恭喜 一萬元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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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組的獎金報告一下 第一組他們經過了 非常強大的累積能量 淡薄名利之後 目前沒有開張 零還是零 高山峰 趙寒穎 這個組合六千元 蘇羽欣 王韻淳 兩萬五千一百元 漂亮 暫時領先 換 吳子雲請起 陳建偉請就位 先不要握手 好啦 打零拳還是在 蘇羽欣身上 好